我已經試過很多不同模式的演藝模式 你問我其實想不想 我不想 可能人生從來都會經歷這種掙扎 就是因為每個年代我們需要的東西都不同 我在一個網絡平台裡分享一本書給你們聽 你想想在以前的世界應該拿去被人斬頭 大家好 我是方可樂俊維 我想大家認識我的途徑應該都是在ViuTV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有做過歌手 是失敗 亦有做過主持 我想大家認識我一開始是比較主持 然後到現在就好像主力在發展做演員 我是一個在演藝行業繼續努力的男孩子 今天分享這本書叫做《荒野之狼》 其實為何我會分享這本書 就是因為有另一位我很喜歡的演員介紹我看 不如我簡介一下他這本書誕生的時刻 其實他這本書寫的時候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整個歐洲的氣氛 都是非常想打仗的慾念很強 而這個作家其實是保持一個相對上反對的想法的人 而這本書其實他雖然不是寫自己的名字 但裏面的角色其實好像在說自己人生的經歷 其實他日本本書的主角叫做哈里 他其實大約五十歲左右 五十歲正常在一個人生裏面應該是去到一個不太困惑的年代 但當時他這個主角在他五十歲的年期 就覺得其實已經開始生無可戀了 因為他本身的背景就是 他是一個非常有學識 非常有學問的一個作家 一個評論員 他當時就剛才我都說了 跟作者一樣 他是對於一些時事上的想法 跟當時大部分的人都很不同 當時整個歐洲就是希望快點打仗 大家都希望為自己國家出一分力 而他就是希望繼續和平下去 因為他發表了一些言論之後 其實他經歷了一個重叛親利的狀況 基本上他是自己的家庭沒有了 自己的朋友沒有了 而說他一個人去到另一個小鎮生活的一段經歷 故事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說到其實他自己已經是很想了結自己的人生 其實是一本很暗的書 而我再說一下哈利這個人有的特質 他就是對於普羅大眾的一些生活 又或者他們的價值觀是不太同意 他長期處於一個非常高的地段 去平衡大部分普羅大眾生活的品味 基本上他不是很享受到自己的人生 我再講解一點點就是 當時的歐洲可能是剛開始有流星機的普及 大家可以在收音機上聽到音樂 大家可以在一些酒吧裡面聽到爵士 當時的歐洲可能盛行的還是比較吹捧的 可能是以前的一些古典的音樂 當時可能最被崇拜的可能是莫薩特 這些比較高尚的情操的人都會推崇的音樂家 而那個年代就開始泛濫一種享樂的意識 就是大部分人開始透過流星機 可以聽到不同的音樂 而可能他們去酒吧聽的音樂是會是一些爵士 我可以分享其中一段他停轄 他第一次進到酒吧聽爵士的時候的感覺 你就會明白哈里這個人對於世俗的眼光 是有多麼高傲的 這段文字就是他說他進去一間酒吧去享受的時候 但是他感覺到非常苦悶 他寫了以下這段文字 他就是說我站著文了一會兒 文著那血腥刺耳的音樂 邪惡而異淫地臭著無聽的氣氛 一半的音樂 抒情的那一半充滿情感 甜蜜如糖 另外一半是狂野的 任性而充滿力量 然而這各半的音樂天真和諧地並行著 成為一個整體 這是沉淪的音樂 羅馬最後一個皇帝在位時 必定也聽過類似的音樂 和巴哈莫扎特還有其他真正的音樂比較起來 這種音樂自然是造高的 然而我們所有的藝術思想 以及我們的表面文化 一旦和真正的文化相比 也不過就是如此 這種音樂的優點在於他相當真誠 可愛而不虛狂的黑人特色 以及一種愉快同志的情緒 一部分是來自黑人 一部分是來自美國 歐洲也會變成這樣嗎 已經踏上這條道路了嗎 我們是過往歐洲的 也是從前真正音樂 真正思作的知己和崇拜者 或者只是一小群愚蠢的 複雜的精神觀能症的人 明天就會被遺忘和恥笑 我們所說的文化 精神 靈魂 美好 以及神性 這些是否都只是靈魂 早已死去 只被我們這幾個傻子 當作真實而活生生的 也許這一切從不曾真實 從不曾活著 我們這些傻子努力維護的 也許一直都只是還形 而你看到哈利這個人 對於開始盛行的通俗文化 是一種極度批判的眼光 故事就是講一個這樣的人 他開始在這個年代裏面 了無生趣 找不到任何生活的樂趣 他決定在某一個晚上 準備了結自己的生命 在那一個晚上 他就在街上游離浪蕩 去找不同的地方坐一坐 去體驗最後一刻的大感 然後他走到一個地方 就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偉紅光管 上面就寫著神秘劇場 他說上面寫著 只有風子才能進入 他就因為這一句 就開始產生了好奇心 之後他在一個人的手中 就拿到一本小冊子 那本小冊子上面寫的故事 就叫做《荒野之郎》 就是這本書的名字 其實《荒野之郎》在這裏說甚麼呢 《荒野之郎》是說一個人 同時擁有人的特質 同時擁有狼的特質 人的特質代表甚麼呢 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全部在一個羊群生活中 狼是代表著一份很狂妄的 很殘酷的 很追求自由的 他是極端不會妥協的一個人 就好像欺負你 人就是在當時選擇了 一種很沉淪享樂主義 而他偏偏就是很不妥協 就是比較狼性的人 當他看到這本小冊子 形容的《荒野之郎》 他就覺得他在描述我 而這個《荒野之郎》的特點就是 當人性存在的時候 狼狼會出現在嘲笑他 他就是在一個這麼混亂的精神狀態裡傳媒 當他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大的實現 就是他在描述我的狀態 當他看到這本書之後 他就對這個神奇的場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好奇心 所以他暫時將了結生命的決定 暫時押後 故事的第二段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他在這段等待的時間 遇上了另一個女生 就是他在一個地方遊蕩的時候 他遇到另一個女生 叫做克爾敏娜 就是這本書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女主角 當他進入這間酒吧 就是那個類似神奇劇場入口的一間酒吧的時候 他遇到這個女生 而這個女生一遇到他的時候 跟他展開了一場很長的對答 這個對答是非常浪漫 非常曖昧 非常有趣 因為克爾敏娜好像對哈利這個人 是完全掌握 完全熟悉 他將他所有的痛苦悲哀 struggle 說出來 而他 克爾敏娜 只是一個舞廳的一個資格 當時他們兩個的交流就是 克爾敏娜不停跟他說 你聽我說 你出去玩 跟我一起玩 你去學跳舞 當時哈利對於跳舞這種這麼悶樂的娛樂 抱著一個極度的評判 覺得浪費時間 但克爾敏娜不停跟他說 你不懂 你不如去體驗一下 克爾敏娜在整個故事裏面 充當著一個令到哈利重新嘗試投入 所謂的融族生活的人 哈利是一個非常有學識 有思想的人 克爾敏娜是一個沒有接受的教育 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 而他是一個酒吧裏面做的一個舞者 一個知客 但同時他們擁有的掙扎是一模一樣 因為克爾敏娜也跟他說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他的人生裏面 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他可能生出來 他可以做到的事就是這種工作 難道我就了結自己的失明嗎 哈利就開始被這種克爾敏娜的快樂被吸引 然後慢慢去探索 在克爾敏娜一直跟哈利相處之後 最後的結局是說 哈利被帶入了真正的神秘樂園 那個神秘的劇場 其實是一個很虛幻的世界 好像說到哈利是吸食了毒品的狀態 好像進入了另一個圍道 在裏面有很多不同的道門去體驗不同的生活 他在裏面體會了 真是自己在戰場上拿著一支槍 射死人的那種快感 我想作者是想表達一種 他從來沒有體驗過 他是一個反戰的思想家 但他在一個夢境裡面體驗了 原來殺人的快感是可以這樣 為何我不打仗 另外也帶哈利去體驗他小時候那種無拘無束 可以很浪漫地去談戀愛 很信任地跟那個人完全沒有任何批判的情況之下 去談戀愛的感覺 而到最後他也體驗了原來浪是可以跟人共存 在裏面其實到最後他所說的就是 哈利是真真正正找了自己的靈魂出來 他嘗試了解自己 他開始明白到其實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很暴力的人 是一個殺人狂都可以 但同時他的內心都可以很有善良 很浪漫的一邊 其實所有東西看的都是他 而他看回這本《小賊治港》的《荒野之郎》 就是他認為人是擁有兩面 一個就是人性 就是比較 剛才所說的羊群心理一點 比較通俗一點 就是想開心就開心 想縱容自己就縱容自己 有什麼問題 高尚一點的浪就是會追求自由 去希望達到那種原始的心態 他看的只有兩樣 但他經歷完這個神秘的劇場之後 他了解到其實人是有超過一千種的性格在裡面 只不過我們在不同的場合 或者在不同的需要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拿不同的面向出來面對 問題就是你有沒有給自己 真真正正去了解過自己這一千個人格 他裏面有一段說話 就是他跟一個他在酒吧見到一個樂手 是一個著善樂的樂手 他表現的時候是很魅力 很棒 他忍不住欣賞他 但同時又很鄙視他 你明明那種狀態 他很棒 但不行 他玩音樂是廢的 但他又覺得好聽 然後有一次他就跟他講起音樂這件事 我覺得那段對話是相當有趣 我跟大家分享 他那次就是跟這個樂手單對單第一次相處 他就跟他說 一直以來我都不太想跟你聊天 因為覺得你很廢 但這次不如我也了解一下你 不如你告訴我你如何看音樂 然後他就跟他說 樂手就跟他說 他說依我的看法根本是不值得談論音樂 我從來都不談論音樂 對你非常聰明又正確的言論 我應該怎樣回答呢 你所說的全部都這麼有道理 但你看 我是一個音樂家 我不是一個學者 我不認為理直氣壯 在音樂裏有任何價值 和音樂有關的不是有理有據 不是品味和修養者一起 然後哈里就問他 你覺得跟音樂相關的究竟是甚麼 他講了這段說話 我就覺得超厲害 他說相關的是演奏音樂 就是這樣 非常簡單 如果我能夠在腦裡 記住巴哈以及凱頓的所有作品 能說出其中最細微之處 這對人是完全沒有好處的 但如果我能夠拿起我的Saxphone 流暢地吹奏一曲搖擺舞 曲子可能是好 亦都可能是壞的 卻讓大家高興 曲子會進入他的血液裡面 音樂只和這些有關 你只要在比較長的停頓 他問 而後面音樂再起的那一刻 潮舞廳裡的面孔看一看 他們的眼睛是如何開始散發光芒 雙腿開始糾動 面開始笑起來 這就是為何人要演奏音樂 我覺得他這段說話說一件事 我們可以在藝術層面裏讀很多很多的書 了解很多很多文化 是需要的 也不是說不需要的 問題就是你再討論下去 或者再用這些去評論其他的演出 真的對我們有幫助嗎 還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任何一番藝術 譬如是最普遍的音樂 演出又或者是拍戲 現在拍YouTube 你可以做的不是評論 而是真的去做 那一刻就是藝術 我覺得這段說話對於我有一些啟發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很流行看完一部電影 就是會說好看嗎 好嗎 觀眾一定是從這個角度 其實演員都一定會 但是這個討論結束之後 我們是做甚麼 我們只能夠做的就是繼續演出 最後一段就是他在夢境裏面 跟莫扎特說話 他說了一段說話很高深 而我也不知道我理解有沒有錯 他大約說的內容就是 莫扎特跟他說的就是 其實在人的一生當中 如果你抱著的抱負 就是要用一個批判的眼光 批判所有的東西 譬如哈里的批判就是用以前所有有價值的文學 去批判當時流行的文學 所謂的爵士樂 劉升基 所有東西都是不成立的 因為他以前是在聽莫扎特 那些才是真正的音樂 但其實甚麼是真正的音樂 從來不是我們去決定 是應該是由時代去決定 但我們不知道為甚麼 我們會覺得我們有這樣的判斷 就是這個才是真正的文學 這個才是真正的藝術 其實是不是藝術 是不是文學 是不是一種值得流傳的文化 從來都是時代的判斷 我們為甚麼要因為這個我們不可以做的決定 而煎勞自己一生 為甚麼當時我會看這本書 就是我都有這樣的經歷 就是我做了這個行業可能十五年十六年 當中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或者很多不同的流行的事情發生 對於我來說當然有很多不同的衝擊 我一定有試過像哈里那樣的心態 就是這樣不是嗎 不好 其實是很痛苦的狀態 譬如你們擁有的幽默感 可能跟我的幽默感真的很不同 即是你們會做的東西 你們會做覺得開心的東西 跟我做會覺得開心的東西是很不同的 但如果我帶著這個批判人說 那些年輕人都沒有質素 而正正就是我們這個年代正在面對的問題 即是我們上一代文化 跟我們現在年輕人你們的文化 是正在衝擊的 但其實看這本書 就是世界從來都是這樣 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去處理我們現在擁有的文化衝突 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這個流行的文化 我們都需要學習 而我們怎樣去共處的確是一個很深的學問 我們只要開通自己不同的面向 我想尤其是在這年代我們面向Facebook IG 不同的網絡平台 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將自己的想法思想 去跟朋友去分享 或者跟你不懂的分享 但如果我們繼續以一個批判的角度 不停去批評 其實我們是會更加痛苦的 因為我們都沒有享受過那個作品 你想想如果我們去看這個年代擁有的所有東西 二十年前我們沒有Facebook 我們在這二十年經歷的發展是快到恐怖的 你明白嗎 他們以前的年代流星機的普及 可以令到一個思想家可以陷入一個迷思 就是這種是否音樂 而我們這一刻 我在一個網絡平台裏面分享一本書給你們聽 你想想在以前的世界我應該拿了一個被人斬頭 這種沒有水平的交流 但我們可能人生從來都會經歷這種掙扎 就是因為每個年代我們需要的東西都不同 而其實我們沒有可能判斷或決定這個時代需要什麼 那麼與其我們不可以改變它 不如嘗試一下去學習它 與此同時可以堅持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麼我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我想是每一個年代都會有一個 一代不如一代的想法 覺得有沒有一個好像女主角那樣的人物出現過幫助到你 有沒有遇過一個人可以令到我開懷一點去接受這種衝擊呢 是真的沒有的 那麼在藝術的世界裏面或者演藝的世界裏面 我會覺得自我的掙扎是很大的 因為我這個面向 我已經試過很多不同模式的演藝模式 那你問我其實想不想 我不想的 其中一種帶給我的relief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經歷著文化上的衝擊 就是剛才我都說到就是幾十年前幾百年前都是在經歷著的 我們只不過是第一次經歷 其實從來這個世界都是這樣 我覺得可能唯一不同的 就是我們現在經歷的步伐再快了很多 是真的 一路經歷下來就好像 我很想找表演的方法 我很熱愛表演這件事 當我這件事看到盡頭的時候 不如我試試開自己 很多時候反而是要跟自己相處 我想這本書所謂的黑爾敏娜 那位女主角 我看完之後我只會覺得 如果人生遇到一個什麼人 不要了 立即是冒陷了 因為我想很多時候 人去到某個歲數 或者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 你就會發覺其實找到一個 真正了解自己的人是很棒的 因為我們也不太了解自己 這是一個很真實的問題 我們有多清楚了解自己 所以那個了解自己 我覺得比起找到一個黑爾敏娜 是重要的 而我覺得這本書在說的是 黑爾敏娜都是自己而已 問題是你能否帶領你去體驗不同的人生 今天多謝大家了 Goodbye Class Goodbye Doctor Goodbye